大家好,我是小颖 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您尽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青岛113岁的长寿老人刘公氏 被问起自己的长寿秘诀时说 如果真要说什么秘诀 就是心态好 刘奶奶总是以乐观的心 他面对生活 宽容对待身边的人 小时候俺娘总教育我 不要出去打架 是亏是福 不要争不要抢 刘奶奶的女儿说 母亲从不跟人争 即使自己吃点亏也不放心上 而这也会让别人很少欺负她 反而少了很多纷争 成都117岁的朱正氏 是成都市最长寿的老人 他很稳得起 啥子都不放心上 62岁的孙女朱大方 这样评价奶奶 奶奶给她的印象就是 心态一直很好 浴室处编不精 虽然不识字 但她很喜欢看电视 看到里面唱歌跳舞 老人总是会露出满足的笑容 看到这里 很多人会觉得 心态怎么就和长寿挂上钩了呢 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中国中医科学院杨丽教授曾指出 情绪变化对每个脏气 有不同的影响 人们产生各种情绪很正常 但某种不良情绪 持续时间过长 就会影响健康 甚至引发一些疾病 心态好其实是很重要的 长寿的秘诀离不开心态好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曾刊登过来自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 关于心态与长寿这方面的数据分析 其中涉及两项研究 一项研究以7万名 58至86岁的女性为主体 进行了10年的随访 另一项研究以1429名 41至90岁的男性为主体 进行了30年的随访 最后研究人员发现 剔除健康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 人际关系 生活习惯等因素 在这些女性之中 心态最乐观的群体 比心态最不乐观的群体 寿命平均长14.9% 心态乐观的男性 比心态最不乐观的男性 平均长10.9% 这些数据还显示 乐观的心态有助长寿 心态特别乐观的女性 比心态悲观的群体 活到85岁以上的几率高50% 心态乐观的男性的几率 高出了70% 心态乐观的人更长寿 由此可见 心态对人的长寿与否 是有一定影响的 而且心态乐观的人 更愿意与其他人来往 也更愿意主动听取他人的意见 如医生的意见 和保持健康体重的意愿等 这些对长寿也是有莫大好处的 长寿关键要素排行榜 第一位人际关系 第二位性格特征 第三位职业生涯 第四位生活细节 第五位戒除不良习惯 第六位与健康者为伍 若要进行归纳 饮食运动还只能被归到第四或第五位 连前三都排不上 可为什么会将人际关系摆在第一位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科学家的研究 哈佛大学医学院一项对268名男性进行跟踪调查发现 一个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就是和别人的关系 一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 社交广泛的人比缺少朋友的人平均多活10年 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发现 无论内心是否孤独 只要没有社交 就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相反 人际交往可带来好心情 能增瘦 这是因为 人际关系不好或稀缺 人就缺少了可以倾诉的对象 缺少社会的支持与认可 精神压力容易增大 陷入负面情绪 从而加大炎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 近多年调查发现 成就感强的老人更容易获得长寿 有些老人退休后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 觉得自己老而无用 不再被他人所需要 这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对健康十分有害 这就需要建立适当的成就感 而成就感源自身边青铜 所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很有必要 人际交往中 七种不良心理要不得 但现实生活中 总有那么些人 在人际交往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总交不上朋友 交往过程不融价 朋友交了没多久又离开 究竟原因 可能是不良的心理状态 影响了正常发展 也就是心理医生所谈到的 社交病态心理 若是有以下七种不良心理 应尽量避免 一 自卑 缺乏自信 自己瞧不起自己 没有主见 二 怯懦 不善言辞 性格内向 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三 猜疑 不信任他人 不封周淫 说三道四 四 逆反 爱与人抬杠 只坚持自己是对的 认为他人都是错的 五 做戏 爱说漂亮话 爱吹牛 处处应付 六 贪财 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 有利可图 阿谀奉承 若无利益 则过河拆桥 七 冷漠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祸及自身赶紧逃 负面情绪会诱发多种疾病 中医有句话叫 百病生于气 英国每日邮报也有文章指出 生气等负面心态 会对人的心脏 免疫力 甚至是伤口的愈合能力有影响 不利于长寿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汤永龙说过 人在生气时 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会增加 这些肾上腺素 会作用在人体的各个系统 使得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香化液分泌也会受到影响 不利于长寿 四种方式帮你浇灭怒火 保持好心态 不要生气 不要把情绪憋在心里 而是要寻找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地点 合适的对象把气发出来 对情绪憋着 对身体不好 不利于长寿 三步降低愤怒指数 美国经营心理学家 欧莲·尤里斯教授 提出一个平心静气的法则 一是降低声音 二是放慢语速 三是胸部挺直 生气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几分钟 有利于冷静情绪 胸部挺直则有助于 肺泡吸入更多的氧气 有利于平稳心态 寻找自己的情绪地图 有些人生气时喜欢责怪自己 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常表现生闷气 抑郁不安 有些人生气时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往往暴躁 易怒 具有攻击性 要察觉自己属于什么情绪类型 努力寻找到自己的情绪地图 并找到适合自己的处理模式 稳定心态 从根源上解决 很多时候让人生气的不仅是表象 可能与内心深处的自卑 嫉妒 浩强等不良心态密切相关 比如有些人会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 增加了许多因为受挫而感到愤怒 情绪发泄过后 不如思考一番 从根源上入手 在饮食上有所选择 爱生气的人可以多吃一些 有助输干气的绿色蔬菜 水果 比如绿豆芽 芹菜 白菜 李子 青梅等 还可以吃点能去火的苦味食物 如苦瓜 苦菜 苦丁茶等 同样对香火 稳定心态有帮助 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 但也总有开心的事 乐观的心态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隐形财富 保持乐观的心态 无论是对生活还是长寿 都有莫大的好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了